今天中午,伊德赵丽颖怀孕三个月,孩子爸爸是冯少峰的消息震惊群王,而后有媒体采访了赵丽颖工作室,其工作人员回应说没有这样的事。 但在今天下午,曾有低狗仔,支撑的主委缺乏朋友圈表示,赵丽颖怀孕应该是确有歧视,主委还称,其本人已经从多处窒息了这一消息,之所以赵丽颖方否认,不过是因为娱乐明星下来有怀孕不足,三个月不可言说的惯欲罢了,而赵丽颖本人在下午发布微博时三间其口,十分谨慎的回避关键问题。 主委猜测也是为将来暴戏流有余地,主委还按照他以往的惯例,为此次爆料佩师,就是飞燕和书寻,曾邪交迷,游金陵,故见千故千外置,计划房乡圣玉林。 此前,主委就曾曝光赵丽颖,冯少峰二人穿情侣装现身酒店,如今又来盖章认证,赵丽颖怀孕一事。 不知道这位第一狗仔如今的消息是否还依然准确呀,不过赵丽颖帮虽然否认了怀孕,但恋情之事并未否认呀,不管是不是有了小宝宝,赵丽颖冯少峰在一起这个事儿,基本事实陈了,祝福二人了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